林浩 你能不能给我两天时间 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再谈行吗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告诉我 那个人是不是许晨艺 周年轻那天晚上 你喝多了没有回家 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看来真的不是我多想 林浩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 我本来是想 等我都整理好了 然后我再跟他 够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去酒店会发生什么 还用得着醒吗 不是的 为什么 晓妍 你告诉我 为了你 我放弃在北京 打拼下来的一切 回到新州 回到你的身边 你就这么对我打 你就这么对我打 林浩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杀害你 我那天晚上 真的只是喝多了 好 就算你喝多了 你明明一早就知道 他对你别有用心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 我本来是想 等我辞职了以后 再跟你说清楚 这些话你信吗 夏业 你是不是对他有心了 我没有 我说 林浩 你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 除了你以外 跟任何人有关系 你相信我行吗 求你了 我当然相信你 我都相信到 你和别的男人 去酒店了 我还像个傻子 一样地担心你 有没有林道瑜 怎么回的家 我都相信我 家业 你用不着骗我 你要是喜欢上别人 你大可以 直接了当地告诉我 我知道他比我有钱 是比我成功 我样样都不如他 爱情吗 怎么比得上现实呢 林浩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从一开始 到现在 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 你相信我 只有年轻那天晚上 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 拔了很多信息 你都没有回 我的心情很不好 所以我就喝了很多酒 高娃 你不要再说 我现在不想听 你都先冷静着急吧 林浩 林浩 你不要再说 师妹 是 混蛋 袁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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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